首相安华上任一年多来 公民社会一直指控他改革不力 如今人权观察组织更是列举过去一年的各种案例 控诉安华背叛对选民的承诺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执政联盟的稳定 观察组织就认可政府废除强制死刑的举措 但是在其他方面上 例如难民课题 还是希望政府尊重人权将诸多承诺付诸行动 足足740页后的2024年世界人权报告 将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人权情况记录在案 更是指控安华执政第一年改革进程停滞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研究员博茨涅尔在文告中点出 尽管安华入主不成之后 确实采取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 却为了巩固执政联盟 背叛了对选民的诸多承诺 尤其是政府将改革和废除恶法的诺言 抛诸脑后继续利用1948年煽动法令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作为压制言论自由的手段 报告举例 涉嫌侮辱王室的击打周务大臣 纳杜斯里沙努西在煽动法令下面控 而安华却以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尊严为由 来捍卫提控的决定 司法方面尽管人权观察组织认可政府废除强制死刑 赋予法官裁量权的举措 但是报告也提到贩毒条例依然存在死刑 而这也是多数死刑犯被定罪的法条 至于去年7月开始生效的警察投诉独立委员会 在观察组织的眼中只是一只没有牙齿的纸老虎 既没有搜查扣押的权利 也不能够举行听证会 几乎是一无是处 安华政府在难民课题延续前朝的立场 同样是不让步拒绝承认难民的合法身份 数据显示 从去年1月到5月期间 当局就驱逐超过18000名无证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但是1月就有114名包括孩童在内的缅甸人 还没机会提交庇护申请就被送回老家 而这不容置会的做法 显然违反国际灌场的规定 就是不能够强迫难民回到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的国土 除了难民课题立场强硬 安华政府也不包容多元性别群体 报告点出 首相除了放话任期内不会承认同志群体 去年5月更是雷厉风行 查尽彩虹手表 凸显彩虹群体在这个国家依然是遭受歧视 不过政府倒是在公民权议题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内阁在去年2月同意修订联邦宪法 让我国妇女和外籍丈夫在海外诞生的孩子 能够获得公民身份 尽管报告谈多过赞 但也认可安华政府的努力 只是还需要加大力度 让更多竞选承诺付诸行动 郡郡邦